好 诸位法师 诸位邻友 大家晚安 阿弥陀佛 好 请开左右两边白色的灯 首先先感谢大家 还是在百忙中来听经 六天其实很快 今天已经第五天了 明天又要点灯了 所以就吉祥圆满 所以我今天会赶一些进度 大家请合掌跟我一起念 三称本师圣号 即开经济 然后就直接讲经 一起念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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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圣圣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授耻 恩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 请各位翻开讲义 第180页 丁三 按照昨天讲的经文 就是因为六字大名作的功德很大 所以西藏人呢 都会写恩曼尼佛的石雕 所以叫做麻尼堆 麻尼堆就是石头呢 把它堆着上面刻满恩曼尼佛的皱纹 接下来看金三 如法修持当得无量三摩地 所谓的三摩地就是 Samadhi 也就是圣身的禅定 所以可见念咒 可以让你得圣身的禅定 请看经文 若善男子善女人 依法念此六字大名陀罗尼者 世人当得三摩地 这里做一个记号是 Mahayana Samadhi 大称的三摩地 也是金刚称的三摩地 不是你学南传佛教的禅法 现在全世界的人都很喜欢学禅 Meditation 很好 真的是很好 为什么 师父也觉得现代人的压力 生活压力很大 动不动都很情绪 那待会讲经快要结束 我也有一些图片 要给各位建议 所以换句话说 现代人你应该学着 如何释放你的压力跟情绪 找到你生命的平衡点 我们有工作的压力 有自己身心不舒服的压力 有来自于自己的压力 有来自于家人丢给你的压力 然后也有来自于朋友丢给你的压力 所以有时候是自己跟别人互动当中 也产生很多不必要的误解 中国讲了一句话 解灵还须细灵人 就是我们常常会有很多不必要的 mis-understanding 那这些都会产生压力 所以我觉得现代的人 不管他学什么宗派啊 其实学禅修是很重要的 可是学禅定也要有很多的条件 第一个你对要佛法了解 第二个你要知道修持的方法 假如你身心还不能得定的话 师父会建议你先念佛 念咒或是念经 所以当你念 念久了心你自然放松了 你也会得甚深的禅定 所以写下来念佛持咒 也是无上的禅定 禅有很多的方法 身心放松 然后呢 让你能够做到明心见性 见性成佛 它是有很多很多的方法 因此南传 北传 藏传 有很多伟大的老师 还有善知识 他会教不同的禅法 听起来讲 写下来relax 放松 听起来很容易 其实很不容易 真的很不容易 不瞒你说 我现在心就很紧张了 我就想今天跟明天讲得完吗 你们都知道最后一天呢 一堆问题才跑出来 为什么不前几天问呢 所以可见讲放松 听起来很简单 但它很难 因为我们无量节轮回里面 从出生的那一刹那 我们就开始担忧 想东 想西 从小就开始想 我要读书 要比过别人好 等到毕业的时候 希望我找到好工作 等到没有工作的时候 又担心呢 糟糕 我又失业了 所以我们永远的心 都一直在抓很多很多很多的东西 其实我们从来 很难让自己的心放松 现在叫你呢 心把它放松 然后呢 带回手机叮咚叮咚 又响了 所以你不要以为放松这两个字很容易 其实很难 为什么 因为假如你真正能放松的话 你的烦恼啊 你就会像看过眼云烟一样 看得很清楚 不会受它影响 问题是 你现在受自己的情绪影响 也受别人情绪的影响 不但有情绪 还有错误的知见 还有不同的 很多很多的想法 所以答案是 当你看到自己的念头 说 哦 我已经开始心乱了 那请你立刻把心 转为念六字大明咒 你有时候会感觉 会看到自己像打坐一样 哎 我看到我 星红是在打坐 你感觉是身心是分离的 其实它并没有 只是呢 你有一个宁静的心 一个是混乱的心 心是很微妙的 你必须读很多的经论 好 学很多的佛法 还有学不同的善巧的 这个方便 我们叫skillful means 有时候你会觉得 哎 这个方法 我这个礼拜用很有用 到了下个礼拜又没有用 对 答案是因为心未变 所以 为什么要听这么多经论的 原因就是这样 不然三藏十二部都在讲什么呢 如何调伏你的心性 所以我在这里回答 念佛念咒 也是无上生妙的禅定 接下来请看 所谓你念六字大明咒会得 十摩尼宝三摩地 二广泊三摩地 三清净地域旁生三摩地 意思说 底下的念这个三摩地 前面的名称 就是讲 你念这个 一摩尼宝以后呢 你会生起自利跟利他的功德 请再写一遍 你怎么知道你念有没有用 一 贪嗔吃烦恼会越来越少了 第二 心会越来越清净了 三 你决心会越来越强了 注意听这个讲座 我已经讲了第三遍了 请你写下来 你怎么判断自己有没有 或者你怎么判断你 你说 哎呀我花了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 四十年 都在学佛法 我怎么知道 我走的方向 对不对呢 你的心 会越来越清净 烦恼啊 你会越有难控制 越来越少 这就是佛法伟大的地方 而不是总是跟人家比 我今天又见到了 观世音菩萨 然后我又听到了 好像地藏菩萨在天宫中教我佛法 那些都是坏相虚幻的 那些在你断气的时候 统统都用不到的 对不对 那也不是在比呢 哎师兄 你的念珠很好看 对我看过佛友啊 右边挂十条 左边挂十条 都是最好的水晶啊 最好的宝石 一条都没念啊 那个还是贪啊 只是你不贪世间的东西 你转过来贪佛门的东西而已 你的贪的烦恼根并没有断 所以第一个 贪生之烦恼会越来越减少 你真的用功一定会 当然闭关的时候 烦恼也会更强 那是另当别论 在特殊状况里 所以修行一定会起起伏伏 在座的莲友 师父来新加坡有七年多了 也有从第一次听经听到现在的 我问他你好吗 当我问第一句话你好的时候 有人就很高兴 师父我很好 我都很用功 很欢喜 我问他说你好吗 有人也放声大哭 哎呀师父 这七八年来真是 我看下一次应该放一首歌 大家唱一下 对不对 有一首名南语不叫 可见你没有掌握到 佛法修行的关键 就是我刚才讲 贪生之烦恼 一定会越来越淡 不然佛法的力量在哪里呢 我们讲佛力 法力自力 假如我们去求上师 只是希望他平安地保佑我们 只是做做普通的朋友 假如我们家 有人往生了 就是你老师或上师 帮我们超度或降磨的话 上师只是一个生意上的朋友而已 可是真正伟大的上师 不是只有这样而已 待会还会讲到灭了日八 OK 所以请看经文 一持磨你宝三磨地 表示你可以满自己跟满一切众生的愿望 满很多人的愿望 是要有很多条件的 它不是只有钱 包含很多有形跟无形的条件 第二个 广博三磨地 就是对于佛法可以通达 很多很多的经论 第三 清净地狱旁生三磨地 就是你遇到地狱的畜生 众生 或使而旁生 旁生就像畜生道 它是旁生 当它很苦的时候 众生落入在地狱 或是指畜生道的时候 你有能力跟功德力去帮助它 第四个 金刚甲奏三磨地 表示你的道心坚固 不受恶友跟恶知识影响 第五个 妙族平满三磨地 妙族平满三磨地是指说 你手走过的地方 脚是很清净 你注意看这个画像 西方三圣 或哈眼海慧方三圣 或是莲齿海慧三圣 所有的佛菩萨 看 文书跟普贤都不用穿鞋子的 有没有发现 为什么 因为它代表身心静就静清静 走到哪里都没有染污 它不像我们要穿鞋 鞋第一个是怕脏 第二个是怕地板 有玻璃把你割破 像新加坡人我知道天气比较热 都不太习惯穿鞋 像我们台湾 室内我们都习惯穿鞋 穿凉鞋或是室内鞋 为什么 因为地板会脏 不小心东西盘子打破了 玻璃打破了 那个碎片会割到你的脚 所以要保护你的脚 用这个辟语说 我们凡夫需要戒定会 保护我们的道心 所以我们需要穿鞋 南传佛教的比丘是不穿鞋的 他因为在森林里进行的时候 当脚排到石头痛的时候 他就会看痛从哪里来 这是修四念处的方法 可是现在国际 international 或讲globalization 当一个出家人 站在总统面前不穿鞋 这是非常不礼貌的 对不对 打赤脚的嘛 对不对 这是不礼貌 从神类的文化角度来讲 所以现在南传的法师 到机场或出国 他会穿什么 穿凉鞋跟拖鞋 所以众生用着鞋是来保护我们的脚 表示呢 因为我们所踩的大地是不精进的 可是佛菩萨坐在大宝莲花里 或骑在坐骑 他是不用穿鞋的 因为他身心都就近清静 所以叫妙族平满三摩地 第六 入诸方便三摩地 方便叫skillful means 我们帮助别人需要有智慧的 举一个例子好了 像这几天 很多人来跟师傅会课 有时候我也很高兴 因为听到很多莲友去了圣地 有人听到他一切都很顺利 然后去见到上师 我也很高兴 但是有时候呢 我也听到了很多莲友来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一本一笔比一本厚 对不对 因为人家的经都是没有经题的 所以永远念不完 那在帮助你的时候 有时候师傅也要考虑 讲真话的话 你不一定能够接受 对不对 所以我有时候也要婉转一点 有时候我也会点到为止 我也不知道你听懂跟听不懂 但是在会课当中 我也发现有些众生很固执 很执着 有时候很不客气 师傅会呵斥你 为什么 因为你就是这么固执 所以你自己啊 写下来 人都是自早苦吃的 没人给你苦啊 举个例子 师傅现在放一杯水 果汁给你 Apple juice 假如师傅请你吃 你有权利决定 喝跟不喝呀 虽然我是以慈悲心 看到你很热 给你一杯 对不对 给你一个 orange juice 或apple juice 可是呢 你喝不喝 一定是在你 所以 Life is on your hand Nobody can force you anything what you don't like it 我能够架着你的刀子 给你念 普贤行愿品吗 不行吧 待会我出门的时候 可能就被新加坡警察 抓了 新红法师 你恐吓人家 对不对 所以 其实 我们常常说 哎呀师傅我压力很大 苦很多 答案你想一想 其实啊 你真是有一点 中国主持讲的 人都是见骨头 自己找苦吃 你会发觉 有一半的苦啊 都是来自你的妄想 当然 工作压力也是会有苦 但是 人家能够活 你也能够活呀 对不对 好 所以 我们帮助人家 要有善巧方便 善巧方便的下面 其实要有耐性 所以菩萨道 依善巧方便 波罗蜜 成就自己的忍辱 与禅定 第七个 入诸法三摩地 对于佛陀一切的教法 南传 北传 藏传 他都能通达 第八个 观庄严三摩地 这里的观是先知 观外相 佛菩萨的三十二相 八十种好的庄严 第九个 法车身三摩地 是法在转动的时候 像车轮一般 会有声音 代表 就像钟一样 敲钟 它可以遍满 三千大千世界 便才无碍 所以 法车身三摩地 第十个 请做一个记号 请看幻腾片 念 一定会远离 贪嗔痴的 一定会的 但是你要很认真念 很认真 很认真念 对 所以我觉得 大家听闻佛法 有很多 甚至在座联友 也有几位跟我说 他是从part one 一直碰到 听到part seven的 我也是非常感动 为什么呢 因为我也参加 你也参加了 对不对 非常好 假如你是一个在家居士 你没有工作的压力的话 师父至少建议你念 三千遍 不要跟师父说 师父我念一百零八遍 念一千 那个台语叫做 问道友的 某些也好 为什么 因为你所念的念力 敌破过大海的海浪 举一个例子 现在圣陶沙 就是海浪来的 你拿一个竹竿 去挡海浪吗 你说师父 我要挡业力 拿个竹竿 请问竹竿可以挡海浪吗 回答我 对 不是你不挡 而是你的功德力不够 那你想想让 挡海浪 全世界全球暖化 每个国家都在想 冰山融化的时候 我看过报道 台湾的土地 海岛会延掉 五分之一 整个台湾的海岛 土地会 旁边的 尤其是海边的 全部被水淹掉 那这时候怎么办 那你要竹啊 竹防波体啊 用钢筋水泥 住一层 两层三层 而以科学的这个 现在判断呢 假如按照它融化的速度 至少是要五层 到十层这么高的房啊 而且要非常的坚固 那海浪打来的时候啊 它才不会破坏 所有的人类所居住的地方 那你想想看 你都要竹防波体 你才能够这样 那同样的 平常你若不颤出业障 不修福修会 不居居资粮 业力来的时候 就像喝一杯盐水一样 你是身心非常痛苦的 了解吗 所以啊 你啊 真的是要很用功 很用功的去修持 然后若在家居士 您有上班的话 师父至少你应该念 一千声 接下来 我通通写 要滴水穿石 不要中断 你中断的时候 你就会发觉 这个月不念经 不修持的时候 你的心都很散乱 就好像在轮回里面一样 说的苦苦恼恼的 梦境也是很混乱的 但是你说 真的很用功的时候 你的身心会很宁静 你一样要工作 你一样要照顾家人 答案你的心 决心跟人家是不一样的 这叫做 远离贪嗔痴三摩地 十一 无边际三摩地 是指你的心量 开始慢慢扩大了 前几天我讲过 先从蜡烛 慢慢变灯塔 灯塔变成太阳 骗照三千大千世界 虚空是无有边际的 叫无边际三摩地 第十二 就是六波罗密门多 三摩地 对不起 请各位加一个字 他打字的时候 掉了一个字 第十二 六波罗密多门 顿号三摩地 对不起 那个地字掉了 抱歉 这是经文 跟各位抱歉 就是说 你念六字大明咒的时候 每天你都会圆满 菩萨的六度波罗密门 十三 地池 大 庙高 三摩地 是说 你可以像大地一样 可以 受持一切万物 大庙高 就是你 像山一样 坚固不动的怨心 这叫做 大庙高 三摩地 十四 救诸不畏三摩地 也就是说 当自己有恐惧不安 或别人恐惧不安的时候 你能够鼓励别人 跟帮助别人 举一个例子 我相信你听过 很多很多的演讲 每个法师里都会讲 慈悲与智慧 智慧与慈悲 可是你会发现 每一个人讲的时候 这牵涉到他 对佛经深入的多寡不一样 还有每一个人心中的 心量 能量不同 我也听我的老师 高猫爸讲 慈悲与智慧 但他讲的时候 就很有力量 为什么 因为他表里如一 他讲的时候 他自己也能够有 羞耻的力量 所以当自己遇到 困难的时候 对不对 你可以转化 那周遭的人 举一个例子 不要介意 现在的社会 男女关系都非常的复杂 你常常动不动 就会听到朋友 这个又分了 那个又失恋了 对不对 有时候有些佛友 也是会来找师傅 失恋真的是很痛苦的 我是从来没失恋过了 不过看到火 很可怕的话 你也不要那么笨 对不对 注意听 有很多经验 不是说你要去体会 当然体会以后是更深 但是你不要忘了 这个火一直烧 你怎么知道火很烫 在西藏里有辩论 你怎么知道火是热的呢 因为火一点的时候 你手放在上面 就很烫 第二个 你看人家烤木材的时候 或瓦斯炉集火的时候 你去手摸 你就感受到能量 第三个 你看到人家玩火的时候 玩火自焚 自己就全身都烧了 第四个 很不幸的 你看到救护车 或救火车 就是有人家已经着火了 左邻右舍着火了 发生fire accident 然后大家在抢救 或是在地震或灾难的时候 瓦斯馆爆裂了 那些都会发生火 那请问 看到那个火的时候 救灾难的时候 画面是很可怕的 对不对 所以救灾的那些工作人员 都是菩萨 摩赫萨 有一种大无畏的精神 救度人家 所以火 它也是有深浅 也有大小 但是不用那么笨 一定要玩火自焚 到火烧到你自己 你才知道 火很烫 所以有人曾经问过 我说 师父我们说 见到地狱的时候 来得及吗 当然是来不及了 你已经掉下去了 你像磁铁一样 自己被吸进去了 你不一定要看到地狱的时候 你才知道 原来地狱是很苦的 所以同样以此类推 看看别人 男欢女爱的 这样爱得来 爱过来 爱过去 我们台语叫乱乱爱 乱乱爱 操作话 乱乱爱 所以你觉得爱的时候很痛苦 其实离开的时候也很痛苦 所以请写下来 希望帮助你周遭的朋友 如果失恋的人 走过生命的黑暗期 你就是菩萨道 你不用帮他再交另外一个女朋友 或男朋友 帮他度过这生命的黑暗期 这时候朋友是很重要的 同参道友是很重要 因为每一个人都有心灵很脆弱的时候 所以严格说 不要杀到淫望酒 可是不要杀到淫望淫 不邪淫的反过来 提升的菩萨界就是什么 师父建议你 陪你失恋的朋友 走过人生的黑暗期 让他继续活下去 不要跳楼 不要自杀 不要轻易牺牲自己的生命 那你就是救人一命啊 甚造七级浮屠了 这个叫救诸不为三魔地 了解吗 所以帮助人不一定一定要花钱 一定要用你的心 假如你用你的心 有又再加上有物质的 然后有各方面直接间接的话 那当然力量会更大 请看第十五 献诸佛刹三魔地 就念六字大明咒 可以见到一切诸佛佛国土 后面待会会讲谈承献前 昨天也给各位看过 谈承献前的图片 对不对 佛菩萨诚心起请 轻见谈承 然后所以第十五个 请做一个记号 献诸佛刹三魔地 第十六个是观察诸佛三魔地 这是指大称跟金刚称 观本尊 以及观谈承的 visualization 就是观察 就是指它的观想 得如是等一百八三魔地 也就是说三魔地有无量无边 那在经文里面 佛就把它简略地说出十六个 然后最后就包含着 等一百八种三魔地 代表无量无边三魔地 你都可以圆满 好 请看幻灯片 接下来今天也会介绍 日本佛教 还有观世音菩萨 还有韩国佛教观世音菩萨 请看 这是台湾的水月观音 用木雕的 中国人也很喜欢这个造型 这个造型不但很特别 也有艺术的内涵在里面 它是一半的月亮 代表千江有水千江月 这个经文出自于华严经 下面代表大海 对不对 就像生死轮回 茫茫无量如边的大海 那千江有水千江月 代表菩萨利益众生 千百亿化身 就像月影一般 但是菩萨自己的心 却非常的宁静的 所以水月观音代表空性的同时 也会代表圆满 无量无边的三摩地 接下来再看 圣十一面观音 好 那中国人 他喜欢用檀香木雕 然后看圣十一面观音 传统上圣十一面观音 应该是分四层 三三得九 再加两层 可是当佛教雕像 在不同的文化 有不同的选择 这个就是传到日本 日本因为房子 有些都比较矮 那雕呢 大殿也比较低 不像我们这边 是两层楼这么高 那圣十一面观音 如果站的话 还要十一个头 对不对 那就是会雕很高 从照相艺术上 那日本人就发明了一个方法 中间是阿弥陀佛 那其他呢 就十个就这样绕一圈 这蛮节省空间的 可是你看这个 大悲观世音菩萨 他是莲花守观音 也拿着羊枝进水的宝瓶 代表他能够满一切众生的心愿 好 接下来再看顶四 清净动机上师现前 请把清净动机四个字画起来 上师前几天讲 你找不到好老师 你先要反省自己的问题 我上次说过 现在的学生什么 一 先展后奏 对不对 第二什么 自作主张 第三 表理不如一 有时候你遇不到好老师 你不要总是觉得说 为什么老师都不见呢 哪里佛菩萨呢 对不对 其实佛菩萨有横壳杀树 千百亿花生 这个世界上是有很多很多好老师的 世间有好老师 初世间也有很多好老师 所以你先要以清净的动机去 反省自己 那上师才会出现 请看经文 丁一寻求现实传承上师 把现实画起来 说说这个上师要视线在人间 是human form 上一次我解释过 金刚称为什么说 上师本尊护法 然后呢 佛法身三宝 上面要加一个上师等同于佛 归一寺宝 上次我解释了一个原因 这个我今天解释第二个原因 专心听 请各位头抬起来 你看到了观世音菩萨了吗 没有 手放下 我们凡夫是看不到佛菩萨的 因为我们凡夫的恶业 所以 那你因为看不到佛菩萨 所以你必须找一个人间真正佛菩萨的画现 这就是你为什么要找这一世的传承上师 第二个 上师可以跟你面对面沟通 除非你是修大称禅定或金刚称政务者 你在定中的时候 观世音菩萨亲自现前 现前的时候你可以亲自问观世音菩萨 问佛法 在印度 像极天菩萨 他就可以定中直接问他的本尊 文殊势利菩萨跟观世音菩萨 他只要很虔诚一打坐其请 文殊跟观音呢 还有金刚手 三个菩萨都现前 他可以直接问他很佛法 可以问很久 不像我们现在看到佛菩萨 可能是几秒钟显现 然后就消失了 答案是我们跟他的时间跟空间呢 是不同个世界 所以你必须要找现实的上师 第一个 现实的上师可以让你面对问问答 这是为什么要去找 与人生 具足人生宝的叫具德宝上师 有 但是很不容易找得到 那第二个 上师为什么等同于佛呢 因为上师可以给你灌顶口传跟教授 从佛陀 释迦牟尼佛 一直传 传到现在 没有中断的传承 可以传给你 所以上师的功德 等同于佛 是从这个解释 并不是说把佛贬下去 没有 上师就是佛菩萨的化现 因此第三个写下来 靠近上师的要生恭敬心 不可以看他的过失 要看上师的功德 就像举一个例子 大宝宝王曾经亲自解释过这个问题 假如在印度里 你现在肚子很饿 你要去买一个饼干 饼干因为放太久了 你要用烤面包机去烤 烤一烤 不小心烤得焦了 结果面包 四个角的面包 有一个角 有一点点焦焦的 请问 你肚子很饿 你要不要吃 你还是要吃 因为你不吃是不能活 他就比喻 你没有办法找到 完全就近亲近的上师 可是你不可以因为 说这个有一点点的焦 那整片的面包都丢掉了 那太可惜了 因为连可以吃的部分 你也把它丢了 同样去亲近老师的时候 听好 要看老师的功德 而不是挑老师的过失 这一点很重要 请写下来 我承认像我自己 我有很多很多的优点 但是师父也有缺点 我也在努力改 但是若你要看我的缺点 你要跟我辩论的话 那我就也很难教你 对不对 是不是 甚至讲得更白一点 你若要讲来戒律 来压我的话 那我也会静静地不讲话 对啊 师父是比丘 我也不敢说 我是亲近比丘 我又就没有脱波呀 不在世的时候要脱波啊 你看台湾有几个法师 天天都脱波呢 那你不能说拿戒律说 没有脱波的都不是和尚 一杆打烧一翻船 那你永远找不到老师 第二个很惭愧地说 我这辈子的夜报生比较差 我没有过午不时 对不对 所以你假如懂戒律的话 你来挑战我的话 那我也只会给你和长 静静地 我不会讲话 对不对 所以 可是你不要忘了 我有菩提心 大悲心 有大愿力 我有智慧 我有变才 我有悲心 可以帮助众生 这个才是我们应该要跟上师学的 所以写下来 你找上师 你应该学 他的功德跟优点 而不是总是去挑剔 上师的缺点 对不对 我讲一个例子给你听 是真的 第十四世 干妈巴 有一个西藏很有钱的富贵的护法 有一天 因为在古代 干妈巴都是在中国西藏 这一区 青海西藏这一区 最多是到中国去弘法 因为那时候交通不方便 并不像现在可以搭飞机 有一个大功德主 就很高兴 有一天请到了十四世 干妈巴 亲自去住他家 住三天 观世音菩萨要来你家住 你一定很兴奋 对不对 他叫太太 小孩 全部打扫 而且上面 佛堂最漂亮的佛堂 旁边一个特殊的房间 就让法王住 而且在西藏那样贫穷 落后的地方 他还专门做了一个 很好的卫浴设备 给法王用 结果这三天 他每天都亲近法王 有很多的人来请法 结果等到三天走的时候 他帮法王打扫厕所 闻到臭的味道 他从此就不相信 干妈巴了 他说原来上师 放的屁也是臭的 请问 上师不是人吗 上师视线的 也跟你一样吃五股杂粮啊 上师也会上厕所啊 对不对 这就是什么 很可惜 这个人实在是 还没有善根 答案就是 他挑上师的过失 这是真正发生在 第十四个是干妈巴 最后人家跟他讲 他说 法王 那人对你失去信心了 他说对啊 就是因为他觉得 我上厕所的呢 大病味道不是香的 所以他就对我 没有信心了 你看 这还是什么 凡夫的 妄想 分别与执着 听懂了吗 你已经遇到了干妈巴 你还嫌干妈巴 放出来的这个味道 不是香的 那假如要香的话 干脆呢 就到香铺里去买香好了嘛 对不对 所以在这里先讲 清净上师的第三点 要看上师的功德 怨心 利益众生的悲心 而不是挑上师的过缺点 请看经文 事实除盖障菩萨白佛言 世尊 我今位于何处 令我 得是六字大名陀罗尼 愿未宣誓 就说 然后佛告诉 这时候除盖障菩萨 就问释迦摩尼佛 问释迦摩尼佛 那我现在在哪个地方啊 可以求法呢 求到六字大名咒呢 前面你讲的 六字大名咒功德力非常殊胜 讲莲花上如来 过去求法很困难 释迦摩尼佛 你现在跟他学 那请问 在这个世间上 有没有最得宝的传承上师呢 佛陀说 有 请你到印度波罗奈大城 那边有一个法师 要常常坐义授持 坐义授持 他就是每天观想 也念六字大名咒 课送六字大名陀罗尼 然后呢 这时候呢 楚盖章菩萨听到了非常欢喜 啊 人间终于有很好的传承上师 那我也想去见他 白世尊严 我今欲网 波罗奈大臣 见彼法师 礼拜供养 好 接下来看下一段 请做个记号 丁二 非常非常重要 今天我有很多话要说 待会还会介绍 寒山时德 还会介绍很多东西 丁二 求法之前 谨慎叮铃 请做个记号 佛告诉这个 除盖章菩萨说 善哉善哉善男子 你现在要去求法很好 但是要注意 不可以看外相 彼法师者是百千万劫 难得遭遇的善知识 能受持教导 为你灌顶口传跟解说 六字大名陀罗尼 你见那个法师的时候 要等同见佛一样 没有差别 写话下来 见彼法师同见如来无异 请画起来 这是金刚称最重要的关键 也就是说 金刚正的焦点 假如你哪一天 看你的上师 完全是佛的时候 你就开悟了 我插一句 中国其实也有这个故事 记不记得 佛印禅师跟苏东坡辩论的时候 佛眼观众生 众生都是佛 请问法师 你是什么眼看我是一堆牛粪呢 对不对 一样的 所以你不要觉得 只有大手印或大圆满有 中国古来的佛法 也是非常的深奥的 证悟也是深的 大家知道这个故事吧 我就不用重复了 对不对 苏小妹说 哥哥 你跟佛印禅师辩论是苏的 人家是佛眼观众生 所以 人家看你是一尊佛 结果呢 你故意丑化 佛印禅师说 我看你像一堆牛粪 请问你是什么眼呢 看人家是一堆牛粪呢 答案是 就是呢 我们讲真眼啊 看到不干净呢 你是 看人家是一堆牛粪 同样的 今天你看人家像什么 其实是你内心 善跟福德 因缘的反射 所以你去见上师的时候 你要见 他等同于佛 你真的心里要想 就像你去见 你要真正想 他真的是观世音菩萨化身 我也有听过 有些人还会问 我就去看一看 他是不是真正观音菩萨化身 你小心 法王会教训你的 我当场看过 那些就是傲慢 狂妄 跟没有恭敬心的众生 刚强难化的 这是第一点 请看下面 A 见到上师 法师 你的善知识 那是功德的圣地 B 又如他聚取 所有多生多结的 福德因缘之聚 C 见到像珍宝 全部居居一般的宝库 D 如见到他可以施愿 不施愿望 施无畏愿 就像魔尼宝珠一样 可以满众生 事出世间的愿望 E 就像见到他通达 三藏十二部的 一切的法藏 F 如他出来人间 就像佛一样 出世的时候 像世间的救世者 这一把救世者画起来 这里并没有写 救世主 基督教 天主教才叫salvation 才叫做救世主 在佛教里面讲 救世者 是像佛跟菩萨 善男子 如见这个比法师的时候 不可以生起 轻慢跟疑虑之心 把轻慢跟疑虑画起来 你为什么会常常找不到 郝老师 答你这个人非常傲慢 一个禅宗的故事 我现在满脑子都很多典故啊 你记不记得 以前有一个太守 曾经来见禅宗的和尚 说师父 听说你很难得 文明 声明远播 请你来开示 那个禅师呢 一看那个太守 太守是做官非常高的 就像现在的ministry ministry 就是那个部长一样 他就请他 请喝茶 到了 就说茶杯一直倒 已经你倒了 他继续倒 继续倒 继续倒 那太守说 师父 茶都已经倒出来 对啊 你满脑子 拉力扎拉的东西 不倒出来的话 我真命教你 无上的佛法呢 你看 我想你都听过 这样类似 中国禅宗的故事吧 所以写下来 去见法师之前 先把你的妄想分别成见 通通先把那些 拉力拉扎的垃圾 倒出来吧 谦卑一点 第二个给你建议 还有法师给你讲的时候 不懂可以问 不要跟法师辩 你辩的话 他就不会讲话 那你如果能辩的话 那你干嘛来请教他呢 你辩赢了 Then 英文讲 So what 第三个 不可以有怀疑的心 怀疑的心 就像你去看医生 对不起 就新加坡 像中央医院一样 医生开给你药 你要跟医生讨论 现在不要说学佛法 众生其实也很难 就是呢 你有时候你不讲病情 对不对 你假如吃了药 你皮肤会过敏 你应该跟医生说 还有一个 现在我们台湾呢 常常老菩萨也是这样 去看病 然后呢 转过台来 哎呦 普拿藤这么多 一次药吃五颗 不用啦 两颗就好了 我三颗自己拿起来 好像你就是 无上大一王啊 你看 这个也反映在 你生活的细节里 所以 你去见老师的时候 当你不懂 你要问 你真心地问 其实好的老师 都有耐性 会为你解答 知道吗 不要自己去猜 我说过 你永远猜不到 上师所想的 所以在座上 我觉得很多很多的人 都会遇到很多奇奇怪怪的老师 或是跟老师相处当中 刚开始很有道心 后来就退了道心 然后起起伏伏 其实反省你自己 你是傲慢 狂妄 浩辩 又怀疑呀 其实你是很难教的 不然换你来做法师看看吗 对不对 换你来教教看啊 你就会知道 菩萨难做 众生难度 接下来看 佛告诉他 你不可以生 轻慢一律之心 接下来 佛就告诉他真话 请看 佛言善男子 你若有 轻慢跟一律之心啊 恐退失辱 菩萨道的道心 为什么呢 你反受沉沦 因为你亲近这个老师 不但呢 没有得到利益 出来的时候 你还会毁谤这位法师 现在听说 很多联友也是这样 刚开始呢 就不明必白的 只看表象 或许因为 某些特殊的因缘 神通感应 亲见了一些师父 结果后来发觉 这个师父呢 恐吓他 后来呢 发觉这个师父呢 做一些奇奇怪怪的事 然后他就想跑 甚至呢 在梦中呢 还做梦 梦到呢 师父还跟他下降头 哇 这次就开始 毁谤上师了 就在外面讲了 讲了 听好 你毁谤法师啊 将来是会剁阿比地狱的 答案是要问 你不是自己打你自己一巴掌吗 当时你自己去找老师 表示你啊 你是头发牌去嘛 脸上没看掉 对不对 你自己选错了嘛 所以注意听 写下来 在菩提道上 菩提道四地广论里面讲 金刚秤 写下来 金刚秤 亲近一个老师 至少要彼此观察 两年到三年 严格说啦 以前古代的金刚秤社会 是要十二年 现在哦 各位也没有十二年的耐性 所以此马你要观察两三年 两三年是说 你跟他有没有缘 还有 他讲的佛法 你能不能接受 写下来 老师讲的 你可以百分之百接受 不懂可以问 假如你跟这个老师 互动得很好 他讲的你很欢喜 你做了也得到佛法的利益 然后两三年呢 你能互动很好 那你就可以继续 跟他学佛法 假如这两三年里面呢 你生了烦恼 而且呢 老师讲一句 我们现在有句话叫 一言九鼎 各位有没有听过 你讲孩子一句 他鼎你九句啊 现在呢 学生也是这样 讲他一句呢 他鼎你九句啊 甚至在师父的背后 讲师父的坏话 也有啊 那这样不好 这样你会造进恶业 你本来是要来学佛法 所以假如 你发觉你跟他互动两三年 他是正知正见的善知识 表里如一 然后呢 有慈悲心 又有智慧 能够教你 那你决定跟他学 那你才拜他做老师 对不对 不要太冲动 就像你们现在 大家好像看到歌星啊 都very excited excitement 另外一端呢 是disappointment 知道吗 学佛中道 智慧很重要 因为这个牵涉到你一生的法身会命 这比你逃老婆啊 跟嫁老公啊 还要重要 因为他牵涉到 注意听 Samaya是 你发愿成这个老师 是深深适适 做他的弟子的 对不对 当然是不可以选错人啊 是不是 好 接下来请看 比之法师 佛陀提醒 这位 除盖障菩萨说 这位法师啊 戒行有血 犯缺 很不幸 他是一位比丘 可是却有太太 而且上厕所 大小便利的时候呢 也不洗干净 袈裟跟长衫都沾到 没有什么威仪 可是告诉你 这个人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 耳时除盖障菩萨白佛言 如佛教赤 我会记得 不可以有轻慢跟疑虑心 到这里有一个段落 我还没讲完 十几年前 大概十五年前 我读大寸帮远保王经 那时候我晚上读 读到这一段的时候 我毛骨悚然 放声大哭 我突然想 为什么观世音菩萨 会是实现一个 破戒的比丘呢 这是很有趣的 注意听 这个我必须要讲清楚 很关键 先给师父一点时间 很重要 不然你不要 凡夫心 一文解义 三世佛言 注意听 从自己跟 对字跟对他讲 对于自己 假如你是一位 要出家的比丘比丘尼 你应该严守戒律 戒定会 是三世诸佛所制定的 各位翻一下经文 挑开到 第187页到188页 明天会讲 就是讲什么呢 第188页 坚持戒法 绝不放弃 佛弟子 不论南传 北传 藏传 都要依戒定会 三学并咒 假如你不持戒的话 你是不会出轮回的 也就是说 你要从五戒十善开始修 当然有烦恼 要忏悔 可是真正做一个好的比丘比丘尼 是要守戒律的 可是很不幸的 就会像地藏经一样 末法时代有很多呢 身衰出家 心不入道 所做的行为呢 是违反五戒十善的 这个你不用管 他有他的因果报应 那他有地狱的果报 可是现在讲 假如对峙我们内心的 华阴讲 一切众生 请看幻灯片 妄想 分别执着而不能证得 所以观世音菩萨 他划现 外向的显现是虚妄的 就像现在 以前不好意思说 我也认为日本佛教 没有什么修行人 因为我以前 没有去日本之前 我问过几个学生 你去到日本 你看到寺庙很庄严 你见到佛像很好 然后就经营得很好 就好像like a museum 请问你见到了法了吗 他说师父很少 我所谓的法是说 你有没有看到 很多的出家人 像台湾这样 守戒定会 然后奉献教育 文化慈善事业呢 因为以前我没有去过日本 然后我也听到很多 日本出家人 很负面的事情 可是这次我去了呢 明天会介绍 我今天没有讲 明天我会介绍 空海大师的高野山 我们叫Temple State 我就住在那边晚上 我就遇到那边 这真正有修行的出家人 而且是守戒律的 韩国 我也去了梵鱼寺 1350年的古叉 还有一个通渡寺 待会介绍 他就有全部都是清净的比丘 连寺庙里面都没有比丘你 他们就真正持戒学佛法 弘扬佛法利益众生 你就会知道他们是真正有修行的 为什么 一到大殿的时候 你就感觉他真正有灵气 你们不是最喜欢讲气吗 磁场能量 这是真的 但是佛法不强调这个 但是你可以感受得到 乃至于我这次去韩国跟日本的时候 我见到两次释迦摩尼佛的设立子 从唐朝保留到现在 我在鼎礼佛陀设立的时候 我都会感动流眼泪 为什么 因为佛陀是真的有界定会功德力 他可以感动你的心 所以凡夫的外向显现是虚妄的 所以不要太执着外向 举一个例子 写下来 比如说师父是吃素的 大乘佛法一定是吃素 你知道 现在南传佛教没有吃素 藏传佛教白教 因为高玛巴的呼吁 现在他们妈拉玛们 也慢慢慢慢吃素 可是有时候他们也很难 你就会定一个标准 吃素的才叫有修行 吃肉的就没有修行 这就是你的分别 谁说的 对不对 但是你去读了奥安经跟楞严经 真的佛在世的时候没有吃素 但是注意听过 也不是这样 那时候说 好 那我们以后明天开始吃肉 那不是 这是借口 所以学佛法要很诚实 你的见地要很清楚跟谨慎 就算我现在可以告诉你 师父出家24年 我学佛28年 我南传北传藏传 我从来没有动个念头 我更不可能尸体下去偷吃肉 我绝对不会 真的我不会 我没有念 我看到肉的时候 我觉得很可怜众生的尸体 为什么 我自己受过放往菩萨界 我在佛前发愿 菩萨不忍食众生肉啊 对不对 你做得到吗 能食啊 我就应该鼓励自己去做 所以不要说得很高 你做的呢 却不一样 可是我们会定一个标准 就认为吃素 才是有修行 那这样子的话 你到西藏跟尼泊 你就找不到老师了 因为你会发觉 他们都没有吃素 这样听懂吗 各位有没有听懂啊 我这一段要讲什么 第二个 是观世音菩萨的视线 代表好的像 跟坏的像 都是空性的 各位都读过 观自在菩萨行身 般若波罗密多时 照见五蕴皆空 观世音菩萨 的的确确可以证悟的 那你怎么不知道 这个举方说 这个法师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 那这个妻子 搞不好她就是 大师之菩萨的化身来的呀 为摩基居士也化现很多 有家人眷属 都是十方佛国土化身来演戏的呀 第三个请写下来 观灯片 对治凡夫 内心强烈的分别与排斥 所以讲到这里注意听 法你要决定的不是外向 而是看他的知见 跟他修持的行为 请看下面 中国最有名的谁 寒山跟石德 在寺庙里他是风和尚啊 对不对 他是在家居士啊 你知道吗 对每天呢就扫地啊 所有出家人呢都看他是没有所戒律的 这两个是疯子 然后呢 对不对 那寒山石德骂我们说 人家看我们疯子 其实那些人比我们更疯啊 不知道六道轮回这么苦啊 还在每天做杀盗淫望酒啊 你看 写下来 圣人跟凡夫的见地是不一样的 对啊 我先讲这个大秤 再讲金刚秤 你看 明代的书画家 寒山石德 对不对 他也不做早晚课啊 可是他在寺庙里啊 烧彩煮饭 然后呢 人家骂他的时候 他们两个就去跑 坐在山里呢 然后上来念诗歌 对不对 度一切的众生 对不对 各位有兴趣的话 到中国 寒山寺就有木雕 寒山跟石德 那现在中国也进步了 在寒山寺的外面雕 石雕 对不对 他们两个不是出家众 是有头发 可是这个石雕 雕起来像出家众 其实它是应该有头发的 原来 画像 好 那寒山石德修什么 我念一段给你听 寒山问石德说 世间人若有人 毁谤我 欺负我 侮辱我 笑我 轻贱我 践踏我 侮辱我 乃至于欺骗我 请问你怎么修啊 你怎么对峙啊 石德说 哎呀 只要忍他 让他 避他 随他 忍耐他 恭敬他 不要理他 太过几年 看他怎么样 哇 这是弥勒菩萨的度量吧 这个就是真正修行人 什么叫真正修行人 写下来 见地是正确的 听考 菩萨有横河杀术 刚开始人家都会鼓励你说 不要跟在家 其实谁要跟三宝 这是对 是让你恭敬三宝 可是当因为末法时代 出家人 龙蛇混杂 凡胜同居 你遇到了不好的出家人 你的心就都碎了 你三宝的心就这样 看 三宝就动摇了 就变成吃饱 睡饱跟玩饱了 你就放弃了 不要这样 你应该看他的见地 他所讲的 是不是跟佛经讲的一样 注意听 真正的是文殊普贤 观音地藏来化身 他绝对是恭敬三宝的 他不会参加一个法会 在那边听经做义工 然后他就跟他讲 法师你不知道 我是观世音菩萨来的 你怎么没来拜我 不 观音菩萨无我 他不会有这种念头 所以我也不知道 在座很多 是不是观世音菩萨在来的 也可能是啊 不要小看 任何一个都是 所以寒山跟石德 你看他修什么 忍入波罗蜜 忍是禅定的前方便 接下来看这三个 在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 师父好不容易上网 花了很多时间 找到这个图片 这个左右两边就是寒山跟石德 然后是文殊跟普贤菩萨的化身 中间这个叫风干禅师 他是阿弥陀佛化身 也叫福虎和尚 就是可以降虎老虎 怎么知道呢 请看 因为这个在寺庙里面 以出家人的戒律来讲 是不可以养动物 可是这个风干禅师很奇怪 他不但喜欢小狗小猫 老虎来了 都不怕 反而老虎是跪在他 他出门的时候 人家是坐轿子 他是坐老虎的 老虎是他的护法 他每次要出门的时候 那那虎一叫 他就来了 就在门口 他只在风干禅师 那他有一个弟子 叫做太守 请看 太守呢 就跟他讲 因为他知道 这个人不是普通人 看他的眼神啊 很锐利 所以讲的话 绝对不是普通人 这位太守呢 是三宝弟子 就对风干禅师很有信心 就跪下来 问他佛法 问了很多里面 最后问了一个问题 师父 请问 佛经讲 这个世界有很多佛菩萨 恒河沙树千百亿化身 请问 在这个世界上啊 在中国这块国土 有没有佛菩萨来啊 他说有啊 你去找两个人 他就是 佛菩萨化来 他说谁啊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 偷偷地告诉我 我去拜拜他 他说有啊 寒山时德啊 那两个风婆子 就是文殊普贤的化身啊 哇 他一听到 原来就是他这个庙 再过是一座山 就是有寒山时德 常常砍柴啊 他煮饭供养大众 文殊普贤 菩萨煮饭给大家吃的啊 他常常被人家骂 说那两个 就是文殊跟普贤啊 说哦 师父谢谢你 谢谢你啊 他就开始骑着马 跑到一庙呢 就看到 寒山时德 正在煮饭 然后呢 跪下来 文殊普贤 那您好 不仙佛萨您好 刚开始呢 他们两个问他说 啊 你是头上派去啊 你今天被撞到了吗 是吗 他说没有 没有没有没有 我知道你们两个 就是佛菩萨的化身 然后他说 请你为我 开示无上的佛法 好吗 结果他们两个 在煮饭嘛 煮一煮呢 他说 好 你这样一样 我们的造星 对不对 然后呢 他就敲了他一个头 修行就看着你的念头吧 当下开悟了 开悟了以后呢 他就再问 哎呀 你真是文殊跟普贤 世人不是有显泰山 他说了一句话 你怎么知道 我是文殊跟普贤啊 我们一辈子 藏得很好啊 没人知道我 他说 风干禅师告诉我 他说 这个阿弥陀佛 真多嘴啊 哎呀 糟糕了 原来那个刚才 叫我来的是 阿弥陀佛啊 这时候呢 哎 结果呢 他就骑着马 赶快跑回去 等等等等等等 然后呢 想要去那个 找那个老虎的 对不对 刚才我见了文殊跟普贤 赶快 马骑快一点 原来阿弥陀佛在我面前 我刚才不知道 结果一去的时候呢 风干禅师 站着就作画了 啊 他非常难过 他对着虚空说 阿弥陀佛 你怎么不见我 这时候 风干禅师啊 就站着 就往生了 叫作画 然后呢 在虚空中 显现了 阿弥陀佛 放光照着这个太守说 善男子 你很有善根 好好修行 将来你